Joe 前幾天真的下雪下到瘋 真是不敢想像 他猜不到溫哥說 一下就下到瘋 是啊 但其實人在少我們 我相信很多人 田角都在少 即是下了少少雪 你們就怕到暈 還要大癱瘓 但今天天氣好多了 過了兩天就 是啊 天下氣清 那又帶大家逛逛逛吧 好 記不記得上次我們逛了我家附近 Label 區 就是Marvel 區 是 今天趁天你都還可以 是小凍 還是富 還是凍 還是凍 不是少少 就是小凍 不如走一走 你家附近吧 好 你家附近叫什麼區 Technically 應該叫做Brick House Brick House Brick House的area OK 但附近應該都幾方便 OK的 不如就 由你家出發吧 好 出發了吧 OK Let's go Woo Joe 你就說在你家出發開始 第一個地點 第一個站要去哪裏 來到這裏 我們覺得教育最重要 是 上學 沒錯 不如我帶一下模擬一下 我現在帶我女兒上學的情況 和路程 好 你就是住後面的屋苑 沒錯 我們現在屋苑門口 走吧 其實那時選擇這個位置 都是有少少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大部份都是因為近學校 沒錯 沒錯 因為其實住在這裏 跟我們剛剛下腳來的時候 是很近的 是 那時的小朋友 不是現在的小學 即是起碼是小學 但住了一年後 就發現沒有理由 這麼近 沒有理由不在這裏上學 還要載他 所以就住了一年後就轉了 是 那麼 其實我們到了 你有沒有數過 有什麼分鬆 20步左右 後面現在還是看得很遠的 是 綠色後面就是學校的範圍 看到了 其實這間 外貌在我之前的影片 都有些動作看過 其實來到這間學校 我第一感覺 反而我覺得 不像一間學校 像我們香港迪士尼 都像 有顏色 建築人 工廁 是 廁所 未進去的廁所 但是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朋友在讀 我們都問這間學校好不好 他說都挺好的 但是我發覺 這裏的小學 我看中學都是 遠一點 可以給朋友 中學都是 其實 那些中學小學 無論是先生也好 校長也好 其實 基本上他們幾年都會換一換 是 所以你說那間學校好不好 尤其是Elementary 我覺得 應該不太大 應該不是太大 Elementary應該不太大 不如看看中學吧 好 你的大女的中學 行人都可以 可以行到的 但是我們不如 因為這麼冷 不如駕車過去看看吧 沒有那麼近的 沒有那麼誇張 打個轉吧 OK 我們就在你家 開車出發 去你大女的學校 沒錯 你帶到這間學校 其實是兩分鐘車 車嗎 如果不塞的話 一分鐘已經到 但是他走 通常就預約10至15分鐘 通常我們現在住得那麼近 和都中學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他自己走回去 但是有時候媽媽就不忍心 譬如說前一陣子下雪 冷凍 就載他回去 但是其實 經驗就是 因為這條路 我現在走這條路 前面就是剛才我小女的學校 後面就是我大女的那間中學 旁邊就是另外一間小學 就是他們以前的那間小學 Garden City 但是那間Palmer應該是我前一陣子看 其實這兩年的排名都做得不錯 是啊 我記得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 其實租過的地方 那個校區都屬於Palmer 那個業主 一知道我們有小朋友 Palmer就在這裏 真的很近 到了 我們拿進去看看 好 他的學校就不大 但是他是 聽朋友說 他應該是 是Richmond中學的 就是叫做 歷史猶狗的第二 最歷史猶狗是 London 還是London Stevenson那邊 然後他就排第二了 但是他的學校就 比較小一點 好 Joe 那你介紹一下 OK 這間Palmer 在我們身後這間 就是R.C. Palmer的 Secondry School 這間學校 其實在我們來到的時候 因為我們來到的時候 我們租的區 其實跟這裏一樣 中校區一樣 中學的小學就有兩間不同 剛才你這麼說 所以我記得租的時候 其實都不太知道東南西班 但是業主就好像 你有小朋友 這間好 才知道這間學校 後來做多 research 問多些人 都發覺這間學校都不錯 因為我記得 去年還是前年 看他們的排名 這間中學在Richmond 好像排第一 甚至可以排排到 不知為何我做到前列 就算是整個 溫哥華區 公校來講 都做得不錯 是 還有如果大家印象 我講過 就是在溫哥華那邊 中學就有一個 叫做 mini school 沒錯 那Richmond應該是 相對上是少一點 沒有什麼 program 但是他呢 Palmer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他有一個incentive 沒錯 是不是算精英班 可以這麼說 其實他的incentive 就是在grade 7的時候 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小學 就已經有講座 就講過這件事 其實他們之前是要做考試 去interview 我女兒當時都有去參加 因為她和她那班有個好朋友 好朋友就入到 但是她就未入到 也有些要求 有要求的 不是說你報就有 沒錯 所以是有incentive 嗯 OK 那都是一個 我想在這一區住的朋友 其中一個都說 目的就是想入這間 可以這麼說 還有這一區 很多以我所知 地產上 例如說一些house 其實在這一區 附近的house 相對計算 因為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說方便之外 因為其實這一區 穿射是多方便 是 學校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絕對是 所以這間我聽過的 雖然我不是做Witchman 我是半個Witchman 剛才你說方便 不如你帶帶我們來看看 周邊你所謂的方便是多方便 好啊 好嗎 駕車去多久 這一圈 這裏駕車去嗎 我想兩分鐘左右 好 出發吧 OK 好 好了 現在我們在Paramilla 就出發 去這個Crosser 或者是你周邊購買的地方 你說大概都是一分鐘車路 有些甚麼 會不會只有一間食肆的算數 食肆有酒樓 有中式的 有炸雞 有Subway 有A&W吃Burger 亦有一間印度餐室 其實食肆有多元化 我覺得多元化多民族 很方便 其實我見到前面 這個叫做甚麼呢 Garden City Shopping Center Garden City Shopping Center 也挺近你舊時鐘的位置 舊時鐘的位置 其實你說走路 兩個Block 都會印度 還有周邊的環境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叫做Town House的重鎮 沒錯 Town House的重鎮 因為周邊的Town House很多 即是你反而找不到高樓大廈 沒錯 找不到condo 是的 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Crosser 其實剛才除了說食之外 這裡亦會有一些補習 我有朋友的女兒在上功夫堂 日常生活 我又來過這裡 因為早前 年多前 我不是腰部弄傷過 這裡又有脊椎 又有SPA 是的 我也見到 另外酒樓 另外那邊 其實除了 亦有一間飲咖啡 Blend's Coffee 所以其實這個Plaza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但它真的蓋上很多東西 都叫做一應俱全 你不是日常用 是的 我們亦有一個藥房 我們那些流感針 都在打 有銀行 有銀行 我剛來的時候 我都加入過 這裡有一個24小時的健身 健身 是一個健身 COVID之後 有各種原因 自己有懶 所以就沒有加入 但是其實之前 我也有去的 很神心的 上班之前 六點多起床 就去做運動 通常都是的 對 開頭 就一定會努力去做的 是的 Joe 這裏方便 你介紹了 OK的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接下來我們應該還有住的地方 周邊 你家附近 還有後面 或者你舊時住的區 那裏是否叫Brandale 還是甚麼那裏 因為我記得Brandale區 其實都頗多 我們叫周邊 真的是Townhouse的重鎮 譬如有些朋友 他初到步 他不想住condo 但亦都不想住house 因為怕打理得比較麻煩 那個退球其次 中間位穿襪 就是Townhouse 沒錯 其中一個區 我自己覺得挺好的 舒服的區 就是Brandale 或者你以前住的區的位置 讓大家去看看 其實剛才那個Garden City的 Shopping Center 一個對面就已經是這個 大家看到了 兩邊都已經是Townhouse 是啊 這個就是我以前住的那條街 可以帶大家去看看 這區其實基本上都是Townhouse的裙子 新新舊舊都有 有的 有些可能 我之前住的那條街 我進去住的那條街 他只不過是 就是這個 他只不過是幾年貨 啊 據我所知 業主已經前一陣子已經賣了 賣賣了 好 阿祖 我們就停車了 下車在你重遊舊地 重遊舊地的地方 和大家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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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我覺得是靜的 比我那裡我都很吵 你這裏是 入了內街 真的靜很多 其實這裏出一條街 就已經叫Garden City 都是其中一條主要光度 但它都屬於靜的 所以環境都不錯 還有就是我剛才所說 就是你管理那些 其實每一個小區 即是叫屋苑 屋苑都有規管 一定要有Strata 所以剛才所說 你前一陣子下雪 你灑了鹽 起碼你自己出車 和人都安全很多 是的 沒有不容易滑 是的 就是撐就沒辦法了 撐就自己搞了 撐就自己灑鹽 你買鹽灑 還有最重要是甚麼 早上起床麻煩剷雪 是的 譬如那兩天來講 你剷雪都很頭痛 是的 你剷了多少呢 然後剷完又落過了 是的 而且都很厚 所以我想 這一區的好處就是 你和選擇多 對嗎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開始 落腳的是一個Townhouse 群 而最終買到的 也是一個Townhouse 群 也是很近距離而已 兩條街而已 所以其實 給一些 覺得這個環境是不錯的朋友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區選擇 而且我是想想到 你這個Townhouse 的小群 小區 例如聖誕節 大家如果布置很漂亮 感覺是很溫暖的 就像我們小時候看的西片 是 即是配音樂 又不是音樂 整個感覺是 真的像外國的地方 是的 就是很有那種氣氛 的確有很多時候 我的朋友就是 我找哥華 感覺上你都好像香港那樣 方便方便 不過可能又吵一點 買東西各方面都不錯 可能說了甚麼呢 Lemons Re-Road 其實過去Lemons Re-Road 都很快 可能開車是5分鐘之內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那裏買東西 可以的 那便開車過去 但是住的呢 就住在這一邊 是的 進可攻退可守 其實這裏比較的感覺 真的有點像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住過 不過你應該有去過的 就是元朗錦秀花園 就是那些的感覺 其實錦秀花園 它都是有一點像外國的城鎮 就是全個小屋 然後它又有超級市場 在裏面 又有餐室 又有會所 所以其實感覺上 我第一次 剛才到腳來這一區的時候 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嗯 所以我覺得是初到步 絕對有一個選擇 還有那個樓家 我們之前都說了 就是它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當然你說會升了很多 當然是 但是你說如果我香港買一層樓走 其實是可以有得想 就是生活質素 可以維持得到 你可能會發覺還有驚喜 沒錯 Joe 我們就打個回合 跟大家在你居住的區 可否再說一次 你的區是什麼區 我的區叫Brick House Brick House 是豪宅區 什麼區 Brick House Brick House 那現在我們這一區呢 其實都隔離 Garden City Garden City Brandell Garden City 希望第二個區 如果有什麼區 你們想去 Explor 一下 告訴我們 下面留言 我們其實也有想到一些 譬如說 之前你再舊居一些的就是 Carostelle Carostelle 我們都想去 打個轉 好 好嗎 好 下次我們安排一下 好 記得訂閱分享 和點讚 三個小生學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慢慢再談 OK 拜拜 拜拜